哈囉大家好我是Martin 那今天要來更換的是我的 那個空調控制器的裡面的燈泡 那這裡面燈泡的話 用了很長一段時間 畢竟一台車都已經二十幾年了 這裡面的一個12V 1.5瓦的燈泡 有可能已經燒掉了 那它的一個 燈泡的話通常都是T5 這麼小顆的一個燈泡 像這樣 那我們把這個更換下來的時候 應該我們這裡面的一個燈泡 這邊跟這邊各有一顆燈泡 更換之後呢我們的 空調控制器就會亮 那我們就開始動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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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燈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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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右側的部分的話也是一樣 也是把這個COVER把它 翹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燈泡 也是一樣把它夾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小心的把它 我們燈泡夾進去 好,燈泡換完之後呢 我們就做一個燈泡的一個測試 看它會不會亮起來 OK 那 換完之後它亮起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逆向的安裝回去了 那通常的話我們會 怎麼去安裝它的旋鈕回去呢 我們可以去看它的 公字型的這個卡扣 那公字型卡扣 往左邊的時候呢 我們的透明蓋 這個透明指示燈這個部分 就要往它的反方向去安裝 這樣子 這也是一樣 回去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我們的空調控制器的 燈泡的一個更換 那我是Martin 那是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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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喔